植数 这个所谓的植数的话 它有一个重点就是说 它必须是能够被其他数整除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写一个 能不能被其他数整除的话 那我第一个可以先让它输入一个植 那输入的话 这边可以说请输入一个整数 但是输入的话是一个字串 所以我必须把它转型 所以这边的话我大概run一下 比如说我今天先demo一下 我云端上面这一段程式 那比如说我今天输入一个整数 输入12 它就一直跑跑跑 大概到2就被整除了 对所以它enter的话不是植数 那如果说我今天输入一个数字 51 51是吗 应该也不是 不是植数 那如果53呢 53应该就是了 是植数 OK类似像这样 就是一个input 然后一个output input就是说 请输入一个整数 OK就是这个 input 请输入一个整数 那我 我也要得到一个数字 因为它输入是一个文字 所以我必须先把它转型 用int去转型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把这个53好了 把它放到这个prong里面 那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就是跑回圈 所以for i in range 从2开始 到prong的前一个字 所以呢 我的range是这样 for i in range 2到prong的前一个字 那刚好到那边停下来了 有没有 所以它就刚好到前一个字 那分别把这些范围的词 丢到i里面去 有没有 先丢i 丢2 再丢3 一直丢到52 为止 那做什么呢 判断一下 所以这个回圈 基本上就告诉它说 你的范围在哪里 我想大部分同学不熟 就是这一串把它熟悉 那如果你写的不太顺的话 表示你写的次数 可能还没有超过一定的数量 大概超过个十次 应该你就熟了吧 而且不要用看的 就是你要自己 从头打到尾都正确 因为打几次 我想你应该就熟了吧 OK 好 第一个叙述 就是我要从2到那个 前一个字 然后做什么呢 如果它能够被中间的 某一个数字整除的话 整除的话就百分比 比如说prong的这个数字 如果prong的这个数字 是百分比i的话 等于2 等于0的话 OK 整除哦 整除的叙述是写成这样 就是这个prong如果说 输入这个值53 如果能够被其中一个 比如说2先过来 能够被它整除 整除的话就等于等于0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的话 它就会跑它下一阶的动作 如果不是的话 那它就跳过了 它也不会执行下一行 OK 所以那它当然就让它跑 2不是 3不是 4不是 S不是 通合不是的话呢 那理论上下面这一行 就不会被执行到 那我这边多一个东西啦 就是有一个叫result的这个变数 这个变数主要就是说 能不能被其他数整除 那0的话就是false就不是 不会哦 不会被整除 那这个1的话表示会 那因为呢 它一直都 有没有 53嘛 一直都不会被其他数整除 所以它一直都不会被改变 有没有 所以它里面一定就是都是放0 0的话就false哦 就不会哦 所以这边0的话 你把它想象成就是不会 或者你这边 也可以什么 把它改成所谓的false 0的话基本上就是 就是false啦 然后这个的话 1的话就是true OK 那你这边 你想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在这边 0改成false 可以啦 你打false是OK的 只是说 你打0跟打false 当然我习惯是 打0就好了 OK哦 那这边1的话就true true 有点难写 好 true OK 那这样的话呢 如果说它都不会 那所以底下我多一个逻辑判断 输出结果 如果这个reason它 它 reason 这个 reason 这个结果 如果什么 为true的时候 特别说 我就写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它如果 它里面 假如是1的话 其实 完全写 应该这样 等于 这边应该 等于 等于1才对 不过呢 因为1就是true 所以这个其实是可以省略的 这个是可以不写 或者你可以 等于 等于true 好像应该也可以 写这样也可以 不过呢 因为 这个后面逻辑 如果为true 就是跑这边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不写 没有关系 OK 意思是说 如果它里面是true 那我就是什么 就已经被诊出 就不是直数 反之 就是直数 OK 应该可以看懂 我这个程式的 这个 这个 这个结构 但是就 还是有同意说 老师 你这边多了这个变数 感觉很讨厌 这样很容易造成 那个程式的 这个感觉 不是那么精简 那可不可以把它精简一下 其实是可以的 所以后面 我还有弄一个精简版 这个精简版 要怎么精简 后来我想 对 有一个 这个不要 这个也不要 干脆在这边 如果可以被诊出 那就不是直数 就把它print了出来 就不是直数了 那反之的话呢 OK 反之 反之在这边 L4 有没有 这两行一起 一起搬家 搬到下一阶 如果 这边 诊出的话 就不是直数 反之 就是直数 那里不行 为什么不行 对 对 4 4 圍圈嘛 那这里的话 你们可以试试看 因为为什么 我一定要这样写 主要原因 你可以发现 如果 我今天 它 不是直数的话 它就跑不是直数 那 进到里面 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 这个有时候 如果53 enter一下 有没有 它是什么 是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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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跑这边 然后就跳这边 跑这边 跳这边 有没有 如果你今天假设是 51的话 它就什么 诶 还是一样 有没有 不是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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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就直数 所以它一直都在回圈里面 一直判断 一直输出 一直发动 一直输出 可是我们只是要最后那个结果 OK 所以如果说你要做这件事情的话 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就可以解决 它这个 只要再做两个动作 这个程式呢 就可以写完了 第一个就是 你可以 把这个 把这个 往前 按 shipped 加tab 就让它 变成本来是 if 的 else 现在变成for 的else 特别说 for 也可以有else 这个 跟vba vba不能 但是python可以 也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 跑一跑 跑到没有了 真的没有了 才会跑else ok 也就是for的else 这个可能另外 不过这个方法是 可以让程式写得更精简 只是说 不 不 算是比较高阶的写法 难度会比较高一些些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这样写 我只是把它往前推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理论上呢 我输入53 enter会怎么样 是直数了 诶 你想说 哇 只差一个地方 怎么差这么多 诶 对 程式有时候就这样 差一个地方 就差十万八千里了 好 那第二个的话呢 但是问题啊 如果是直数ok了 但不是直数呢 他会怎么样 不是直数 不是直数 是直数了 哈哈 诶 那其实 只要加一个地方就可以了 因为什么他会这样 因为他不是直数 只要跑一次就好了 他已经被整除了嘛 他就不要再再再跑 继续跑了 诶 诶对 所以啊 最后的话 你就是在回圈里面 假如是要让他刹车啦 停掉了 他已经不是直数了 你就不要往下跑 只要做一件事 在这边enter一下 打一个什么呢 brake brake就是 煞车嘛 诶 brake 煞车了 好啦 在brake会怎么样呢 他就会直接怎么样 帮你把这个 跳离整个回圈 就跳到这边来了 那意思就是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所以后面这些都不会跑了 OK 我们来试一下 所以你会发现哦 好像程式差一个地方就差很多了 51 enter 不是直出了 那53 会不会OK 53 enter 也OK 所以这样写法看得懂吧 两种写法 但以这种写法是最简单的啦 有没有 本来刚刚的写法可能要多写很多行 现在只要7行就搞定了 这段程式跟刚刚那一段 其实云端上都有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是刚刚写的这一段 我第一次写的是这个 有没有 在这边 第二个精简的写法在这边 差异在哪里 这个往前推 这个加一个brake OK 应该没问题吧 试一下啦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可以的话 大家就尽量用理解了吧 那所以呢 其实程式有的时候 不是只有唯一的一种标准答案 那写法很多种 不过 尽量还是去咀嚼啦 然后刚开始 当然如果不太懂 for回圈本身 其实也可以配合else的话 那你可能就只能写 上面的方法 那这边我们多一个就是 这个else 是for的else 所以for跟while 回圈本身呢 也可以搭一个else 也就是说他做完之后 他还可以再做什么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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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谢谢大家